我叫于庸小 1986年出生 来自山东文灯 现任综合训练基地 训练部就和参谋 我叫尹小燕 1987年出生 来自山东宾州 现任综合训练基地 学生军训教员室助理讲师 毕业将近八年 八年虽然不长 但这八年的经历 让我逐渐明白 军人这两个字的意义所在 让我的人生充满了张力 和认真 入五十二年 青春的印记 虽然没有五彩斑斓的色彩 但是铿锵的橄榄绿 却给了我无限的生机 与活力 因为事业上的共同追求 我们从相遇到相知 因为事业上的相互帮补与支持 我们从相知到相爱 因为爱情的力量 我们前进的征途上 有了无穷的动力 因为家庭的温暖 让我们在拼搏的路上 不再孤独 老婆真的很感谢 很感谢你 理解 支持 但是对于我来讲 我也是非常心疼的 我也相信 你的付出 会给我和儿子 带来更多的幸福 讲述军旅故事 分享励志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 军旅人生春节特别节目 我的军营 我的家 什么是浪漫 是一束花 一盏烛光 一件礼物 还是花前月下 轻轻我我 还是山盟 每个人对浪漫的定义 都不仅相同 有这样的一对夫妻 他们竟然把立功受奖 当作是最大的浪漫 这其中 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今天的节目 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 得奖专业户 于永小 尹小燕 在单位食堂 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主人公 于永小和尹小燕夫妻 尹小燕告诉我们 这也是几天来 他第一次见到丈夫 因为加班 于永小已经在办公室住了快一个星期了 经常不回家 忙得他一回来之后都感觉特别不适应 就感觉 哎 怎么家里的空间都小了 或者怎么家里又多了一个人 都有这种感觉 如今从食堂到办公室 这几百米的距离 成了两人仅有的一起散步的机会 于永小是教育科参谋 尹小燕是教研室讲师 只不过相隔了一栋办公楼 夫妻二人却仿佛过上了异地般的生活 这是他们当初怎么都没有想到的 六年前同样是一个寒风撂翘的日子 就在办公楼前的这片操场上 于永小和尹小燕第一次见了面 我那时候 我是负责整个新兵团的 整体的阅兵的 整个进程的把控 他负责女兵连的 他是方队的领队的 从公司座上然后把我给打动了 就因为他对工作特别负责任 尤其是自己有一股拼劲吧 他这个责任性特别的强 就这个事情交代给他 你不用去操任何心 完了之后 尤其是做示范动作的时候 那一刻挺帅的 一种吃几肩的心形相吸 让两个队训练标准都有执念的年轻人 互相有了一丝好感 三个月新训结束后 尹小燕带着女兵回到了外地的部队 两个人也正式开始了异地恋的生活 尤其是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担任的职务是一样的 都是任指导员嘛 再加上生活上面一些交叉 一些小的细节 相互的帮助 相互的支持 最后我们是悄无声息的相知吧 接下来的几年里 尹小燕都主动申请到训练基地带心病 为的就是能和余永小多见上一面 带心病的确是特别累 特别操心 但是后来我想一想 只有这种原因 我们才能就是见面的机会多一点 2011年的冬天 也就是两个人认识的第三个年头 那年除夕 尹小燕替心病指了一晚上的夜半 而余永小就在旁边 陪着站了一整夜的岗 他可能就是说 没有其他那种男人的那种浪漫 然后也没有更多的甜言蜜语 但是他是一个很用心的人 就在那个大学纷飞的除夕夜里 两人互相许显了一辈子的承诺 一年后 当尹小燕再次申请带心病 来基地训练的时候 他向领导提出了一个请求 后来我就给领导说 能不能就是说 我把这批心病训好 然后如果训好了 你可以帮我留下 如果训不好的话 我就可以自觉再回去 上级书长说 好好干工作就行 只要最后阅兵搞得很好 行兵训练搞得很扎实 最后我们就给你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把你调回来 尹小燕的决定让余永小很是感动 这次赌上两人共同未来的挑战 他们决定拼尽全力一世 然后他就在北边训护旗方队 我就在南边训兵连 怎么说呢 有一种信念在里面吧 因为偶尔的训练间隙 我们可以有眼神的交流 我感觉最浪漫的事情 就是我们 这个带兵的时候 擦肩而过 那是最浪漫 彼此一个眼神交流 然后他带着队往那走 我带着队往那走 寒冬腊雨的训练场上 两人之间的每一个眼神 都充满着幸福的味道 每一个微笑都牵动着彼此的心 三个月后的正式演说中 女兵连的表现让所有人都责责称赞 无可争议的拿到了总分 第一名的好成绩 当时赵司令在主意台上说 女兵连走成这个样子 可以到天安门去月饼了 然后第二天领导通知 我就可以到这里报道了 然后那一刻我感觉是最兴奋的 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到一个单位了 然后我记得特别深 然后当时是九点多来报道的 然后中午的时候 她请我出去搓了一顿 两儿就在这顿庆功宴上 尹小燕就对雍小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说我都已经有二等功了 然后你都没有二等功 那意思就是说我真的能嫁给你吗 那当然其实她不说我压力也是有的 是吧一个男同志怎么说 要比女同志要优秀一点吗 既然为了她来到了这个单位 但是这个男人到底值不值得我嫁呢 其实她说的这个 说是你要立功以后才跟你结婚 其实那也是一种鞭策 也是一种鼓励吧 虽是一句玩笑话 但余庸小却听进了心里 几个月后军区司令部举行了一次教练员比武 这是集合了各个集团军尖子的一次大比武 高手林立 但余庸小心里清楚 自己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 我记得在B5的那天 下午跑完三公里以后 紧接就是发烧感冒 五点钟跑完 六点钟开饭 我都没吃 七点钟开始考试 考到十一点钟 这期间一直这个过程 一直都是感冒发烧的状态 靠一纸支撑 那时候只能靠意志了 那些天里余庸小好像忽然失去了联系 当她再一次出现在尹小燕面前的时候 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个二等功奖战 说实话 那一刻真心的感觉到要嫁给这个男人 因为他能够把你自己的 虽然说是你的一个小小的想法 或者一句玩笑话 他却一直放在心里 用不停戏的去拼搏 2012年 余庸小和尹小燕 终于收获了属于他们的幸福 然而 两人都没有想到 费尽心思才结束的异地生活 如今才只是刚刚开始 我叫余庸小燕 1986年出生 来自山东文灯 现任综合训练基地 训练部教科参谋 我叫尹小燕 1987年出生 来自山东滨州 现任综合训练基地 学生军训教员室助理讲师 因为事业上的共同追求 我们从相遇到相知 因为事业上的相互帮助与支持 我们从相知到相爱 因为爱情的力量 我们前进的征途上 有了无穷的动力 因为家庭的温暖 让我们在拼搏的路上 不再孤独 老婆真的很感谢你 很感谢你 理解 支持 我也相信 你的付出会给我和儿子 带来更多的幸福 林小燕说 刚结婚那会儿 她也曾憧憬过 普通夫妻那样的生活 本以为调到了一个单位 距离这么近 至少能够多一点相处的时间 没曾想 实际上婚后生活和设想 简直是天壤之变 不用说一起吃饭散步了 有时候一天下来 能见上一面 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周末回家吃一顿饭 这是夫妻俩之间的一个约定 因为平时不常见面 林小燕只有利用周末的机会 做一顿好吃的 改善一下生活 然而 只要雍小一忙碌起来 失约的事情 还是时常会发生 有几次真的是连续一段时间 就是没有说两三点之前回过家的 都在忙着 有的时候我都等到十一点 然后她还不回家 然后就睡了 睡了之后 睡一觉之后 然后一睁眼 还是没有回来 当然 雍小也有自己的补救方法 她晚上有习惯喝水 她起来 需要喝水 我一般回去以后 我先看看杯子里没水 没水的话 热水器 接一杯热水 开水 放在床前 然后我自己睡觉了 尽管如今对于这种生活方式 早已习以为常 可当初 雍小燕 还是多少有些失落 2013年 雍小燕有了身孕 那时的余庸小 还是基地教练连的连长 整天 吃住都在连队 见不到她的时候 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种不安的 既希望她能够照顾我 但是又理解她的工作性质 确实因为在基层 然后必须要跟连队的战士 同吃同住 是吧 但是所以说自己就是下班之后 或者是周末的时候 然后我都一个人 然后走到他们连队 连队的火热气氛 让雍小燕看到了丈夫的不容易 更让她想起了自己当初 带兵时的那份激情 看了她和连队的战士们 一起谈心 或者一起训练的时候 那一刻我感觉到 肚子里的宝宝 在盯着自己的爸爸 当时也希望自己的宝宝 能够像爸爸一样 就在雍小燕临近预产期的时候 雍小接到了去军区比武的通知 正当她还在犹豫该如何决断的时候 妻子却主动发了话 他很平静地跟我说 他说 你去参加吧 没事 一直往去 好好努力 好好干 拿个军武当回来 全当当给孩子的礼物了 就这样 雍小带着妻子的主通 开始全心备战 比武的当天 正好是预产期 那心里是很紧的 前一天我都一直没睡着 大型 因为这个预产期前后 随时都有可能出生的 就是 到了大概九点多的时候 就收到一个短信 说他已经进决赛了 那一刻我感觉真是 不是说度日如年 简直就是度秒如年 比武的最后一项 是夜间射击 这也是不确定性 最大的一个课目 这时候我的 我的这种自信 全部都上来了 我那时候就想 我背后有这么多人 在支持我 我的家庭都在支持我 都在期盼我 我肯定要把你劈开着 随着最后一个精准的实环 雍小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 获得了金牌 再次荣立二等功一次 回来的时候 摘着小花 把这个群屋上 绣着一个心字 用花组成的心字 我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睡着了 已经是晚上了 我就把他心字 放在他枕头旁边 希望他能够早晨 一醒来就能够看到 好像有心灵感应一般 雍小回来的第二天 儿子便顺利出生了 孩子一出生就睁脸 一直看着 好像跟我认识似的 我那时候感觉 哎哟真好 当父亲了 这应该是一种 最大的保险 这几个呢 全都是立功的证书 然后这三个呢 都是他立的二等功 四个二等功 四个三等功 如今夫妻二人的证书 奖状已经攒了整整一个箱子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立功专业户 对于我们两个来讲 我感觉到从我们相知到相识 一直到现在相爱 一直到有了我们的孩子 我感觉到奖章或者是荣誉 对我们来讲 可能是爱情里面的一个见证 因为两人的工作都很忙 孩子一直交给爷爷奶奶带 如今已经快两岁的孩子 可父母并不是很亲近 整个今年一年的时间 想着等他一起的时候 我们可以照张全家福 一直到了现在 我们都没有陪宝宝照一周岁的照片 其实我感觉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遗憾的 趁着好不容易的假期 一家三口终于得以拍成这张全家福 尽管已经迟到了快意念 但是三人依然是兴致不减 因为在他们看来 每一次相聚都值得珍惜 而珍惜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大的幸福 至此新春假节到来之际 我们一家人祝全国人民 新春快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生命只有在撞击中 才能长来不败 很多人都问过于永小和尹小燕 为什么他们这么在乎荣誉 为什么要一直这么拼命 面对这样的问题 两口子常常是默契的相识一笑 他们说如今两人在乎的 早已经不是荣誉本身 而是获得荣誉的过程 在他们看来 生活可以是甜的 可以是苦的 但不能是没有味道的 每一天都充满挑战和坚持 才能让他们真实的感受到生活 感受到他们存在的意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同一时间 吴亚磊和吴思颖将会告诉您 双军链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我们的爱天下无双